哈喽,這以上《紅紅出老母》 歡迎進入老母的職場世界,我是海倫 這段防疫在家的期間 Apple Podcast的排名有了很大的洗牌 兒童相關節目不論是書故事或是學英文都爬上了前五名 真心是爸媽的育兒好幫手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介紹 聽故事學英語老母,Sandy,蔡玉老師 蔡玉老師擔任兒童英文雜誌的主編超過十年 曾於古典音樂台、太陽電台、ICRT電台、彰化教育廣播電台 制播兒童英文廣播節目 當媽媽之後,從孩子五個月大就開始每天進行親子共讀 至今從不間斷 希望將這幾千個書故事的美好時光跟更多的小朋友分享 節目內容有原創故事、好聽的Silly Songs 適合跟孩子分享的雙語新聞 加上小跟班Eno的同音現身 幫助小朋友降低對英文的恐懼 拉近孩子跟英文之間的距離 讓學習變成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目前有兩個可愛的孩子 讓我們歡迎Sandy 哈嘍,我是Sandy 我想各位爸爸媽媽應該對你都非常熟悉 應該有聽過我的聲音 如果有在聽故事的話 在最近這兩週 對,大家都在家裡面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對,還好有你陪伴著我們的小朋友 謝謝大家喜歡收聽啦 想先請教一下Sandy啊 您之前念的是什麼樣子的科系 當初為什麼會一頭就栽進了各個電台的節目直播呢? 我大學的時候是念外文系 所以英文是我的主修 那其實我剛畢業的時候 我是進了一間補習班 那這一間補習班它很特別 它有出版這個兒童的英文故事的雜誌 那其實我是進去補習班裡面擔任這個雜誌出版的翻譯跟一些的編輯 所以一開始接觸的它就是for小朋友的版本的 因為台灣的英文雜誌都是學習類的 所以通常像我們看那個空中語教室啊等等 這個雜誌它一定會附一片英文的或者是學習的CD 那我就是有為這個雜誌做這一片的CD 因為有做英文雜誌的關係 所以也有把雜誌裡面的一部分的英文故事 放在電台裡面做一些公益的兒童的英文節目 哦 原來是這樣 因為在聽您的節目的時候 我就覺得您跟小朋友的互動都好自然哦 不論是您選的故事的主題也好啊 或是說教的唱歌也好啊 我就覺得這東西應該在你身上已經累積的非常久 加上我們的公司也有經營幼稚園 所以也有跟很多幼稚園的小朋友相處 那講故事也講了超過十年了 所以這十年當中對話的對象都是小朋友 如果照這樣說的話 這個補習班它本來就是有自己的相關電台的節目製作嗎 就是跟不同的電台配合 在電台裡面會有一個小小的時段 做一些英文的故事的節目 在不同的電台您累積到的經驗跟養分 它分別又是什麼 很多從電台就是外面的小朋友 他可能沒有在這種英文的補習班裡面學英文 那他就會給我很多的不同的回饋 那在電台也會比較注意說 這個東西不是只是給一個補習班裡面的一小群的小朋友收聽的 而是給很多很多的小朋友收聽的 所以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會有一點壓力 那也會促使我說想要把這個故事講得更好 或者是說把口條練得更順 或者是說當我在教學的時候 然後我就要更仔細去想說怎麼樣的教學的方式 要怎麼樣講述一個小朋友不熟悉的語言 那同時又要講故事 同時又要教英文要怎麼樣去平衡 像雜誌書籍類的跟電台節目的製作 這兩種不同的類型 那時候你必須要專注的重點會是什麼 我覺得對於一本英文雜誌 因為它是會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對象 像他會去買這一本雜誌 或者是會去買這一本教材的小朋友 應該是他的程度啊 還有他至少是對英文學習有一個興趣 或者是說至少他的父母親 或是他的老師可能會有針對這個雜誌裡面的目標 要他去學習 他有一個本身就是適合這個內容的 但是在電台節目裡面播出的時候 我不確定我的聽眾會是什麼樣類型的 就會比較廣泛一點 他可能英文程度有好的也有很不好的 很初階的也有很進階的 那我就必須要能夠想辦法說 讓比較多不同面向的小朋友都可以 可以來聽得開心 因為我有看您在彈那個烏克莉莉還是吉他的影片 對那些對於音樂的造詣都是當時累積出來的嗎 還是說是您自己本身很喜歡 其實我覺得對音樂是我從小就喜歡 我從小是有學習鋼琴 那我高中的時候有自學一點吉他 真彈的不是很好 大概會彈一點 後來其實烏克莉莉是開始做Podcast節目之後 有一天我想要給我的兒子買一個簡單的樂器 讓他可以開始玩一點樂器 不知道為什麼就變成我自己在彈 然後我就開始喜歡上這個樂器 聽到你每次在彈的時候都覺得 哇好厲害 因為這對小朋友來說 它是最簡單最直接的感受嘛 對 而且因為我講的故事是英文的故事 那畢竟英文對小朋友來說是一個比較不熟悉的語言 那就必須要靠很多其他的東西來吸引住他的目光 讓他覺得說英文不會跟他的距離很遙遠或是很可怕的感覺 在兒童英語雜誌擔任主編的時候 他的工作內容大概會是在哪些面向呢 母語人士的小孩 那我就必須要把這些故事把它做一些改編 或者是做校正以台灣的孩子或是母語是中文的小孩去思考 把這個故事的比方說單字的選字啊 句型啊等等 把它做成是比較適合符合台灣學生程度的一些內容 另外就是我覺得寫故事不是很容易的地方是 比方說一篇故事好了 它適合母語小孩大班的程度的故事 它可能對我們的大班的小孩來講 它的內容是OK的 但是它的文字就會太難 但是這個文字太難的東西 如果給三年級的小孩的話 可能對三年級小孩來講 這個文字跟語言的程度是剛剛好 但是故事的內容又太幼稚了 所以我就要去平衡這個小孩的心智發展 還有這個語言的發展 這個故事內容跟語言學習的內容之間 這個結合 我覺得這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很多故事的小內容 它就必須要換句話說 嗯 可能是需要換句話說 變成比較簡單的 就比較不能寫得那麼複雜 或者是說有的時候 外籍老師可能會用他的習慣的 像我們會有一些口頭禪啊 或者是一些不是很正式的 一些像 slang這種東西去寫 禮語 對 禮語 台灣的小朋友他沒有那個文化背景 他就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那我們可能就必須要把它修正成 學習英文的小朋友比較能夠理解的方式 對 因為其實剛剛在聽的這小段過程 我也在思考很多時候他可能不單純只是在語言上的教授 或者說故事的傳達 他有時候也是觀念上的傳達 對 所以變成說這東西還要再融入這個觀念的時候 會不會就變更複雜一點 其實我覺得小孩的世界是比較沒有大人那麼複雜的啦 雖然說不同國家的小孩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但是基本上小孩的世界是比較類似的 一些孩子的關注的東西都是比較生活的 他的情緒啊 他的小孩的發展大概大家都是比較差不多的 那只是說語言的用字潛词上面會比較不容易 那另外就是有的時候有一些東西英文講起來很順 但是要把它翻譯成中文的時候就會怪怪的 會翻不過來因為文化的關係 那您在推廣兒童英文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過哪一些挫折呢 最大的難處是在於很多的家長在尋找英文的刊物 或者是英文的節目的時候 還是比較功利的取向 或者是他期望見到某一種學習的成效 可能聽三個月就可以跟外國人流利的對話 或者說什麼六個月學完八千二三兩千單字的 就是這種廣告的 因為很多英文學習的一些產品 可能會有給大家這種印象 一定要 很實成般的感覺 或者是要某一種功效 那一開始要跟家長溝通 說聽故事是一個自然培養的過程 那比較重要的是他要對英文熟悉 不害怕 而且能夠落實在生活中 這個是一件漫長的過程 但是一開始並不是很多家長可以接受 學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他希望馬上 不用錢丟出去就有效果 因為這個學習語言是跑一場馬拉松 不是一個短跑 這個其實在我們自己學習的過程當中 應該也有類似的感同聲秀才對 對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機緣開始製作起 podcast 其實真的是一場美麗的 我也不知道一個意外還是怎麼樣吧 我是一開始我的原本的工作 想要做一個轉換 因為我從大學畢業之後 到現在已經12年的時間 我都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人生第一份工作 就是目前唯一的一份工作 那我蠻想要做一點轉換 然後去別的地方試試看 那就剛好有人跟我介紹一些 podcast的節目 那我就覺得蠻有趣的 我就開始聽 podcast 那聽了大概一兩個禮拜之後 我就想說 那反正我平常就有在寫了蠻多的英文故事 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然就來講講故事好了 那所以我就把它當成是一個好玩的事情 那個上班時間之餘 然後可以跟我的孩子一起講個故事啊 那唱首好玩的歌曲 然後就開始做 那開始做了幾集之後就發現 好像真的有人在聽 那我就不敢怠惰了 因為有收到聽眾的一些回饋 那我就開始認真的做 podcast 所以一剛開始是寫給自己的小朋友聽的嗎 其實有一些故事是因為我當初在英文雜誌裡面認知的時候 但我們的故事不夠啊 或者是說比方說 要寫教材 對對對 要寫教材等等 所以就開始陸續的有寫一些故事 那後來其實也是因為我的孩子 我有在每天在跟他一起做親子的英文共讀 然後開始做 podcast之後 我就想到 因為我跟我的孩子一起讀過的很多書 就給我很多的靈感 或者是我的小孩生活的事情 那我就把它寫下來當成是這個故事 現在你做這個podcast基本上就是結集了你之前的所有工作的經驗累積 就是你走過的路真的不會白走 如果說我要開始做podcast 我沒有過去的這些累積 其實我現在是要做非常非常多的學習的 但是等於我過去的工作已經為我做了那些的預備 所以今天當我開始做podcast講故事的時候 其實蠻快 其實就蠻熟悉的感覺 因為你在此之前是編輯這些雜誌給其他的小朋友聽的跟看的 當他落實在自己小朋友身上的時候有沒有哪一些差異呢 我覺得對我自己的孩子來講 我沒有把英文當成是在教他英文 那因為我自己的小孩第一個孩子剛出生的時候 他一直到兩歲半去念幼幼班之前都是我自己在家裡面帶的 我沒有刻意的比方說教他字母啊或是教他單字啊或是教他式字等等 我就是把英文當成我們的生活 就像有一些小孩在阿公阿嬤家會講台語 那回家講中文這種感覺一樣 那我就是在家裡面我就會跟我的小孩講英文跟中文兩個混著講 因為他學中文他也是不會開始學 那學英文也是不會開始學 對他來說中文英文台語跟任何的語言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爸爸也是這樣嗎 爸爸也會因為爸爸也是外文系畢業的 所以在家裡也會跟他講英文 但是我講的比較多啦 他的比例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變成說小朋友就自然而然的覺得說兩種語言在生活當中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應該可以這樣講 因為是我自己可以這樣子做 那不是說每個家裡面的爸爸媽媽每個人會的語言不一樣嗎 那剛好我有這樣子的辦法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在家裡 他從小如果可以聽英文的話 他的耳朵也會比較敏銳一點 可以去分辨兩種語言 發音等等可能也會比較好一些 當你想把跟孩子講故事這樣子的很棒的時光分享給其他人 把他做成線上的節目的時候 那你覺得在中間還需要再做什麼樣子的轉換嗎 還是說你有做了什麼樣子的調整嗎 跟自己的小孩講故事 跟在Podcast上面對所有的小朋友講故事 確實還是有一些不太一樣 因為跟自己的孩子講故事 是我跟他兩個面對面的接觸 所以我們會有比較多的互動 那他會給我很及時的回饋 我也可以給他很及時的幫助啊 那在Podcast上面講故事比較難做到的就是很及時的互動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 那也比較不一樣 他是叫Eno嗎 對 他現在幾歲 他現在已經六歲半了 他的英文發音超標準的 而且又好自然 他講話還蠻好聽的 很愛講話 你都會怎麼帶著他學習 其實蠻多聽眾都會再來私訊我說 他在家裡面怎麼樣做 可以做到像Eno這樣講話很流利 第一個是我有營造英文的環境 那這個英文的環境 我是從日常常規跟最日常的生活開始做起 比方說像是吃飯啊 洗澡啊 刷牙啊 然後簡單的就是需求的表達 這些開始做起 我不會把英文放在難的或者是心的東西 或者是要跟他講一個道理的時候 就不會用英文 第二個我跟我自己孩子有在做的努力 就是我從我孩子五個月大開始 我就堅持每天睡覺前一定要共讀 那一開始我們的書都是英文書居多 那後來當然也有加入中文的書 他小時候有個很可愛的例子 就是他有一天他就自己在那邊一直碎碎念 然後他就說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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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很驚訝 他可以分得出 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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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很細微不同的發音 他就可以分辨了 你剛剛講到Pizza的例子 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對啊 我那時候聽到他在講的時候 我自己也嚇到 我覺得很神奇 從那時候他才幾歲 可能兩歲多吧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是分辨得出來的 那當他越長大之後 他就像我們聽別的語言 我們可能根本分辨不出來那些細微的差異 因為我們耳朵並沒有從小就熟悉那個語言的發音 我們之前有訪過一個AI老母 是 因為他本身也是記者出身的 所以他那時候呢 也去訪了一位是語言學家 他們就在聊天 他們說日本的寶寶在剛出生的時候 是分得出來 因為日本人他們後來的發音 會省略掉有一些英文 R跟L R跟L 對 他說在baby的時候 他們是可以分得出來的 可是呢 他跟自己的爸爸媽媽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 他沒有必要去分辨這個R跟L 所以聽到後來的時候 這兩個字 出現的時候對他來說是一樣的東西 對 所以我就想到你講那個耳朵很令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開始做這個節目也是希望 其實不是希望小朋友一定要學會什麼單字 而是他如果覺得聽這個很好聽很快樂的話 那他從小就一直不斷的聽另外一個語言的發音 那他的耳朵也會變得比較利一些 當然不會說他聽 那以後英文就一定就會很好 但是在他有越多的這個input 那他的耳朵一定是會變得比較敏銳一些的 不要對於另外一個語言產生害怕 對希望他們不要聽到英文就逃跑這樣子 不然很多小孩是聽到英文就耳朵就關起來了 從一開始做podcast到現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聽眾給我的回饋 有的時候就是晚上做到覺得好辛苦 或者是晚上錄音錄到很晚 或者是為了剪接 然後又弄到很晚的時候 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節目的trouble 那聽眾可能就會在這個時候私訊給我 或者是拍了一個他的小孩 聽了故事之後 然後模仿故事 然後自己在家裡面在講的那個樣子 我就覺得哇 這個真的有幫助到孩子 那甚至有一些聽眾可能會跟我說 他的小孩很討厭英文 都不想上英文課 不想去補習班 但是切到我的故事頻道的時候 他卻願意主動說要聽 我就會覺得這個東西真的是對孩子是有得到幫助的 然後我想要讓他們聽得很快樂的 這個目的也有達成有鼓勵到他們 那我就會覺得這個收穫是蠻寶貴的 那會是一個很溫暖的鼓勵 對 聽你這樣講完就是線上的爸爸媽媽 應該大概就能理解 為什麼有些小孩能夠教得起來 有些小孩教不起來 因為那個所謂的英語的環境 就真的必須要提供給他 讓他覺得他真的是融入你的日常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常常用英文的這個語言 在跟他做溝通 而且讓他覺得他落實在日常的時候 他的感受跟感知跟接受度就不會有 像中文這麼的自然 這是一定的啦 因為小朋友中文接觸的最多 所以他腦海中的那個小宇宙一定都是被中文所占據 那如果說英文可以開始 就是進入他的小宇宙的一小部分的話 那他就可以慢慢的讓這英文的小宇宙再稍微擴大一些些 如果沒有那個環境的話 我覺得真的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就是如果說家長有辦法為孩子做的話 就是家長就會要費比較多的心思 那但是比較麻煩的就是因為不是每個家長英文都OK 那甚至可能有些這樣就會覺得說我自己英文不好我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也只能把他送去學校裡面請老師幫助他 因為我自己沒有辦法幫助他 沒關係啊現在至少可以聽故事學英語 哈哈哈哈 對對對 那其實我覺得小朋友要學英文真的是蠻需要受到鼓勵的 然後要給他一個很安心蠻安全的環境 我會覺得說好像又是要考我什麼東西 然後又要我背什麼東西 但他覺得很舒服很安全 我覺得他會比較想要學習 那其實我覺得我每次對家長也會想要跟他們鼓勵 就是說可能有一些家長想說 啊因為Sandy老師自己在家裡會英文啊 我不會所以就沒辦法了 但其實我覺得因為真的每一個家庭擁有的資源不同 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有把小孩送補習班啊 或者是呃什麼有外籍老師的課啊等等的 那就是我們按照我們自己擁有的這個手上有的資源 無論這個資源是呃去圖書館借英文書 或者是去圖書館借英文CD也好 或者是像收聽免費的Podcast 或者是去補習班或者是任何的都行 就是我們把我們手中所有的這些有限的資源 盡量的都提供給孩子 那把這些有限的資源幫小孩發揮到極大值 發揮到極致 那我覺得這就是很棒的 況且英文不是說小學學個幾年你就可以看得到成果 但是要延續到他長大之後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不用擔心說一開始小孩沒有在現在感上就會怎麼樣 因為我有很多外文系的同學也都是像我們以前傳統的學校的學習英文的方法 但是他長大之後他進入外文系出生會之後他的英文還是很棒的 大有人在 我有兩個小朋友 嗯 然後弟弟是二年級 那他前一陣子呢就一樣迷上了鬼滅之刃 然後呢他就是一天到晚在看那個卡通嘛 但是他前面都會有那個主題曲 對 所以他某一天他說媽媽我會唱日文歌哦 但是他不會唱 他其實不會唱 他其實就是會哼那個旋律而已 對 然後咬字也是亂七八糟 因為他根本不會念五十音嘛 對 可是他就跟我說我可以學日文嗎 哦對 當他有興趣之後 我就說哦可以啊我們可以先練習五十音開始 對啊我覺得這樣就很棒 好像是為了爸媽的期待 然後不論是安清班或是英語班 他們不得不用一些方式讓家長看到一些結果 對 對啊 所以會不會是在某些時刻就反而有點反效果的 很有可能 正向的幫助他們在這個學習的道路上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講說小孩越想學英文 反而越早放棄 可能 或許跟這個也有一些關係 越早學 但是 可是媽媽現在都會很害怕 真的很慘 所以我現在怎麼辦 現在都要放還是不要放 對啊我覺得當家長真的不是很容易 那可能當家長自己要放寬心一點的 我覺得當家長最難的 我覺得這個是馬拉松啦 就是不要把自己在短時間內逼得太死 因為它真的是長長久久的一件事情 很好的觀念 謝謝 謝謝你們 感謝Sandy今天的分享 聽著她不同的工作經歷 最後都累積成了人生養分 也因此才能製作出如此精彩的 聽故事學英語 這麼用心的節目 值得好好推薦給大家 希望各位老母老父們 都能因此稍微喘息 更重要的是 讓孩子愛上英文學習 如果你喜歡好好出老母 歡迎以行動力贊助老母 讓我們有能量 製播更好的節目 訪問更多有趣的職業 如果有任何建議 歡迎到網站留言給我們 謝謝你們的支持與分享 我是海倫 我們下次見